這個過程我覺得也讓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空軍的精神 永平空軍的精神 在空軍的歷史上 太多太多這樣的一個不幸 但是對於空軍來講 國家的空軍見耳永遠不放棄 保家衛國是他們的第一志願 尤其是現在台海情勢險峻 對於空軍的壓力更大 他們不管日夜24小時 只要接到任務 在幾分鐘之內要立刻升空 這是空軍對自我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們國家給他的夠不夠 其實每次看到這個新聞 內心都觸動很深 尤其是蔡英文上任以來 這個飛機飛行員的失事比率 實在很高 真的讓我想到 因為我家庭 我是一個空軍家庭 我爸爸就是 對 我爸爸就是戰鬥機飛行員 然後我的小舅舅也是 因為看到我爸爸是 戰鬥機飛行員的關係 所以他就當時很想要成為飛行員 當時我的外公他們當然很反對 因為那個時候的飛行員 其實相當的危險 比現在危險很多 50年前我小時候住眷村的時候 是什麼狀況呢 那個時候的空軍眷村 他在村頭都有放廣播器 播音器 播音器真的不誇張 大概每隔兩三個禮拜 就會就有失事摔飛機 然後我媽媽就是那些眷村 空軍眷村太太 一聽到這個事情 大家就心裡聽到廣播來了 就通通的非常的驚慌不安 大家就先抱在一起 可能就哭起來 就想說到底這次又是摔到誰 所以才會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空軍裡面有一個傳統 特別是我爸爸他們那個時候 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灣 很年輕的這些軍人來講 就有這個傳統就是說 都講好了那個學長學弟 就是說如果已婚的飛行員 摔了飛機的話 就那些未婚的 他的朋友學長學弟 他們其實是有一種責任跟義務 等於去把他的這個遺孤遺卷 就取過來 然後照顧起來這樣 他真的是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家庭 我說明這個事情是說 各位想想看50年前 第一個那個時候 跟對岸 大陸的那個戰爭 還是相當程度的在持續著 像我爸爸也都跑去出 非常非常危險的任務 那時候你母親不是每天 提心吊膽 當然是 所以其實我外公外婆 因為家裡小孩很多 我媽媽是上面的姐姐 然後我的小舅舅是小的兒子 結果一個要架空軍 一個要變成空軍 那簡直全家都要鬧到不可開交 因為是真的風險很大 那個時候大家想想看 飛機又比較老舊 然後那個時候的飛行的儀器 各方面跟今天完全不能比 你什麼東西都要靠 飛行員的零機應變 甚至你是真正出危險任務 可是我覺得很難過的一點 是說事隔50年了 各位想想看 這50年來 第一個 我們已經購買了多少 更先進的飛機 然後我們已經從戰爭的那種 很令人不安的狀態 已經進入到大家覺得說 已經很承平的時候 這個時候在一個 並沒有發生 很顯而易見的戰爭問題的時候 我們卻頻頻在摔飛機 而且這些飛機 也不是很糟的飛機 那個跟我爸爸他們當年開的 那個什麼F1洞4 我小時候印象好深刻 那個F1洞4我們還坐過 那個簡直是吵到 所以我小時候對坐飛機印象很壞的 因為他沒有座位 他就是要綁那個繩子 然後吵得要命 然後那時候 偶爾要叫我們去坐 簡直大家都很不願意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過了這個50年 大家應該要非常的珍惜 現在這個承平的狀況 可是為什麼到蔡英文 一上台以後 又頻頻發生這些摔飛機 難道說 現在的空軍飛行員 真的比其以前差那麼多嗎 然後真的是這個飛機不好嗎 其實都不是的 我認為那個前空軍副司令 張炎廷講得最對 就是因為蔡英文 她的政治選擇 以及她跟美國抱在一起 受到美國現在世界局勢的 一個推波助瀾 把台海情勢搞得非常緊張 而非常緊張的情況下 對 因為我怕今天很多網友 沒有看到張炎廷的這個講法 她是前空軍的副司令 她說什麼 她就講陳毅 訓練的時數實在是太少了 但是以當前台海的緊張情勢 當然這個戰備優先訓練 任務就會受到影響 沒有錯 然後攻擊擾台 對於我們空軍的訓練 是有影響 這也都沒有錯 所以在戰備優先的情況之下 訓練的順序要開始調整 這位陳毅下部隊已經22個月 但是她飛F16戰機的時間 才只有60個小時 這次也是這個大角度 算是危險度蠻高的 平均一個月大概是飛3小時 訓練時數實在太少 她不斷的強調訓練時數實在是太少 因為受到兩岸環境影響 沒有錯 但是你看到今天綠營怎麼講 綠營就是 對 就怪大陸又怪老共 所以所有的責任都推老共 但是我覺得永萍 你來自空軍家庭 最能夠感受到對不對 何必呢 我們台灣是可以做選擇的 對 不止 我其實剛才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了解開飛機 尤其是戰鬥機 跟那個民航機不一樣 因為現在民航機很多 他都是用電腦操控 可是戰鬥機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就是要戰鬥 所以我的這種的訓練 我就是要想辦法模擬 各式各樣 你沒有辦法預測的 你如果開戰鬥機 也可以靠電腦預測的話 那我們用無人機就好了 當你有人要去開飛機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做艱難的戰鬥訓練 所以剛才在講說 他的那個什麼角度 會不會很低各方面 可是這是你沒有辦法的 因為這就是戰爭 我真的是覺得說 各位一定要了解 這個就是戰爭 現在的戰爭型態 可能制空權的重要性 又遠超過50年前 像現在大家可能還在講說 冰招又來了 弄到一些什麼陸軍的 什麼野營各方面 其實說實在 現在戰爭型態 你如果制空權失去了 你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在這種狀態底下 空軍的重要性如此之強的情況下 你如果沒有特殊的方案 你不能夠保證 你的這個訓練的人員 他都有一定的程度的 時速訓練 才讓他去做 比較危險的部分的話 說真的 他的教官跟長官失職 可是這個空軍副司令 講得可能很對 現在大家很心急 有點壓苗助長 為什麼 因為兩岸情勢緊張 他整天都需要派飛行員上去 所以他如果沒有縮短 他們的訓練時速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 綠營今天你是執政黨 你去講說 你怪對岸的大陸 你怪他有用嗎 是誰把本來跟大陸 我們本來沒有那麼強烈的 敵對關係 本來大家還好來好去 正常在交往 結果被你民進黨上台 把對岸搞成死敵 所有的講話 所有的政策 各方面都往死敵的路去走 而且跟美國 又搭配了美國 現在整個國際環境的政治需求 全部抱美國大腿 一點都沒有想要緩和 兩岸情勢的狀況 你當然是讓我們這些 年輕的飛行員 根本還不成熟 飛機 開飛機 戰鬥機 是非常非常危險 而且他不同機型 他的整個操作 習慣各方面 你就要全部都要變動 他並不是像我們開車這樣 大家如果有開車經驗 可能你 你本來可能開某種尺寸的車 結果你後來突然 叫你去開大型的箱形車 或者是卡車 你也可能你開了很久的車 可是你一下子不適應 你也可能會不行 那更何況開飛機 開飛機你訓練時速如果不夠 簡單講這些人就是會去送死